那本實境秀 雙城公寓 其中有位演員 因為他不堪網路的霸凌 選擇了親身 後來劇組就爆料了一件事情 他說所謂的實境秀 一點都不真實 裡面很多的雖然說沒有腳本 但是裡面他們會誘導你 用金錢來誘導你 所以包括一些激情的動作 其實他有開出價碼 我們現在簡單講 實境秀界最近發生了一個大悲劇 2012年開始的這個雙城公寓 原來是東京電視台的一個實境秀 裡面就是有來自日本各地的俊男美女 有的是model 有的是上班族 然後有的是想要有明星夢的年輕人 一起住在一個雙城公寓裡面 然後各自追求自己的夢想 跟彼此之間戀情 到2015年的時候 Netflix加入合作製作 預算就更多了 就離開日本到別的地方做 然後最新的這一季 永久停止播出 是發生在東京的故事 那發生了什麼故事 因為大家在談戀愛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中間是不是 我們住在雙城公寓裡面 我們彼此會有衝突 對 我們會幫忙洗衣服 幫忙彼此做家事 發生了一件事情 木村花是一個非常可愛的 22歲的日本女子摔角手 結果他的摔角服 被另外一位男性成員 拿去洗機洗 一洗結果縮水 因為他直接拿去烘乾 於是他就非常憤怒 這個畫面甚至看到他 直接把這個男的帽子撥掉 還瞪他 結果這個畫面撥出之後 被放大 然後甚至之後 主持人還在節目結束的時候 批評說怎麼脾氣這麼壞 一個衣服而已 但是等等 你如果是摔角迷的話 你就知道 對於摔角手而言 那個戰俘就是他至高無上的戰甲 你被人家侮辱當很真氣 而且他可能有運氣的問題 對 結果這一段一播出之後 排山到海而來 網友去叫說你幹嘛 你不值得活的 你簡直混蛋脾氣怎麼這麼壞 所以你看到的 這是木村花在Instagram 上面跟他的貓講說 我愛你 再見 結果就輕生了 你知道這個很傷心的地方是 這些網友其實就是照著 這個節目播出的流程來走 你看到他還有 整個節目停播了 結果離職員工出來講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害的 因為我們給他的人物設定 我們給他的參考的腳本 他不過就是照著 所以他胸去撥帽子 都是人家叫他演的 應該這樣講 你想想看 我胸你撥你帽子 我鏡頭怎麼剛好抓得到 萬一抓不到怎麼辦 他基本上製作單位說 我們不會寫那麼細 但我們告訴你應該要生氣 你應該要瞪人 然後我們後面的主持人 才能照著這個步伐來走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 其實都有說好的人設的時候 主辦單位跟製作單位 在這一次的悲劇 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應該要停播之外 可能還要好好的檢討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人 有話有一些蠻奇怪的 比如說這個少女她18歲 所以她非常純情 也沒有跟人家牽過